有一个突出的地方是用 把原本的设计师他做的所有的收纳空间都去放床 用跟想要更直观的去表现 这个地方是放感的几处设施是没有 那比较经典的设计师 平常要用洗手间的时候 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就是 我把这个板子就直接放在上面挂着 用的时候就把这个板子打开 我没有木头 我可能会用 这里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移动的重量 比较就是费劲一点 方便的话就会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把筒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位置会比较行 是空间的一种根 左右有一个空间感 这样子会没有弥压 也不必怎么承担一些 因为这个人的要求比较没那么多 然后这个浴室呢 这半壶行的身体的空间 感受一个得主的样子 因为这个床 正常不光是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寄 然后接下来就是水下 会放到成体都抽拉出来 然后这个浴室呢 然后它的要求就是 浴室呢 浴室呢 那我们70 1.2x90公里 这一个3.2x3的 这个是一个柜门 不是一个抽屉 嗯 它比较想要坐这边 那我帮它做 所以这完全有一些了解的 所以非常明显 非常容易去看 所有的木板都是帮它 这个是用来 然后内部的结构 我选择用了 为了比较容易散热 因为木头散热 内部的话可能做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窄